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教导孩子如何要失败 所以我们会知道 因为很多人都是渴慕要成功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什么 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教导人 要如何成功的秘诀 因为这是人人一生 一直在寻所的那个答案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是 差不多要靠近一年的尾端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靠近一年的尾端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想 我一整年下来 我到底今年来说 我是算成功 还是我是有点失败 所以各位 你们是怎么样断定 你自己也好 旁边的人也好 你的孩子也好 你是怎么断定成败的呢 我们的眼光是跟世界的人一样吗 是当我们的银行有多一点点钱 少一点点钱 我们就用这个来断定我们的成败吗 或者是当我们自己好像不那么受人欢迎 或是我们不那么被人看重时 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学历不够高时 还是我们自己有点病 或者是我们现在还单身 或者是我们现在没有孩子 等等等等 我们就认为那个是失败的吗 所以我们又想回去 如果刚才我所立的这些例子 那如果我们相反的 我们有孩子了 我们结婚了 我们事业有成了 那个就是真正的成功吗 所以我们对成败的定义 真的是这样衡量的吗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对我们来说成败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的成败观 就是他看待成功失败的眼光 是很重要的 对他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 因为我们会知道 一个人他认为什么是成功的 他就会往那个方向来追求 一个人他认为什么东西是成功的 他就会投入他很多的时间 他的精力 他的心思 他一切的那个付出 来追求那个成功 那如果他追求的对了 他投资的对了 那当然很好 他没有白费 他也没有浪费 但是很可惜的是 如果一个人他一生投入进去的时间也好 祷告也好 精神也好 都是后来发现 他所追求的成功 原来好像是一个骗局 原来好像是一场空 那那个人真的就太可怜了 所以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成败观 是能够影响一个人一生 他的人生标杆的 但是也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标杆 你的方向 我们对成败的眼光 我们的成败观 也会影响什么 也会影响我们的心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了主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要以神为乐 主耶稣是我们的满足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但是我们人很奇怪 我们如果对成败的眼光怎样 我们通常是这样 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很开心 很满足 很安逸 但是我们一失败的时候 我们又马上很郁闷 很闷闷不乐 耿耿于怀 所以这个成败观很重要 如果我们搞错了 你会发现 我们进到很多 不必要的一些的挣扎 一些苦闷 或者是一些 也无谓的一些骄傲 或者是一些兴奋 所以真的今天上帝 要我们蒙恩的人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情绪 不要被骗 不要被骗得太兴奋 也不要被骗得太失落 所以上帝要我们 今天当整个世界 都关注成败的时候 我们一起恢复 正确的成败观 那我在分享 我在思想 这个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曾经读过一段 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文 有关人的成败 人的一生的路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 看传道书 所以传道书的话语 都很有意思的 传道书第九章 十一到十二节 所以这里 我们传道者 他所说的话 我又看见日光之下 跑得快的 未必得奖 所以下面我们读下去 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 跟人的逻辑相反的 跑得快的 未必赢 未必得奖 勇士未必战胜 智慧的 未必得粮食 精明的 未必致富 博学的 未必得人赏识 因为什么 因为时机和际遇 左右众人 所以原来 人并不知道 自己的时机 正像鱼被恶网圈住 鸟被网罗抓住 显恶的时机 忽然领到 世人身上的时候 世人也照样 陷在其中 所以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这里讲到很多优势 你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其实他要强调的是 一个人 他有优越的条件 不代表他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们经文提到五个例子 就是通常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很要追求的 他们教导孩子也是 你要快 你要聪明 你要机智 你要有博学 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 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 叫我们再反思 更深入 所以这五个都是 世人所一直追求的 但是事实是 尽管我们有了一些优势 也不代表 我们就一定会蒙福 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们一起看 这里讲到五个 所以这里讲 跑得快的 未必得奖 所以通常 我是比较快的 比较急性质的 这个是那个slice 那个低点的 所以那个 通常人讲 跑得快的 未必得奖 所以人 尤其新加坡 每个人都很快 觉得快就会赢 快就好了 但是 所以这个世界的人 都很怕输 对不对 怕 怕我们没有 比别人更快一步 怕我们输给别人 怕我们太慢了 我们报名 学校报慢了 我们孩子学习 学习比别人慢了 等等 但是这里讲到 除非神许可 就算一个人再快 他也不能赢 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很有意思 勇士未必战胜 所以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 尤其是在这个 现代的都市 生活里面 竞争力很强 这里当然 我们没有人去打仗 但是我们是天天 在社会打仗 我们在这个 忙碌的社会当中 我们有时候 跟人竞争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要比别人厉害 我们要赢过别人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非常的强烈 但是这里也讲 你拼得越多的 你越努力的 你很勇敢的 不一定就能够战胜 不一定能够得胜 然后第三跟第四个例子 比较靠近 这里讲到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精明的未必致富 致富就是有钱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讲 无论一个人 怎样有聪明 有智慧 不代表他不会贫穷 有些人很奇怪 以前我在监狱做工的时候 他们有智慧 那种白领 白领的那种犯罪案 他们很有智慧 但是不一定有钱 他们用智慧 他们用他们的智慧 犯罪的时候 结果倾家荡产 结果他的前途也是 不一定光明 所以这里 给我们一个反思的 然后呢 这里也说 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 这个是新加坡人的意念 我们新加坡人就是从小到大 我们要读书 我们要很多的知识 我们要很多很多的学问 才能够以后什么 得人赏识 这是从我的年代 我妈妈就一直教我的 她是自己没有读过书 她讲你们三姐妹 什么都不好 不用紧 一定要读书 读得厉害 以后才能够出人头地 她每次这样灌输我 但是事实是 博学的 你以为你很多知识的 你以为你很能干的 但是去到公司 去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发现不一定每次都能够被人赏识 不一定被人看中 当然这些例子 也不是说 一个人的聪明 知识 才干 不重要 孩子不用读书了 也不是这样说 但是呢 其实他要强调的是什么 他要强调的是 其实凡事都没有保证的 没有一个人规定 你要有任何某个条件 有了那个条件 你有了学问 你有了聪明 你有了什么什么某某的条件 就代表你一定 一生幸福 一生成功 没有人这样的规定 所以呢 无论人的条件 再优越 再好 他也控制不到 他最后有没有办法成功 兴盛 因为神的话 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 神有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 有这么好的条件 有这么优越的 这个优越的 这个 本质 为什么不能 就能够成功呢 经文提到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阻挠了人的计划 阻挠了人的成败 所以这两个因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时机 第二个就是机遇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一生的时光 都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经文讲到一句话 原来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疯狂地 追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忘记最基本的事实 就是什么 人的一生的时光 在神手中 所以我们不知道 自己的时机 我们不知道自己 几时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还剩下 多少时间 刚刚过的拜五 我听到 我的一个 以前的同事 他的老公 才四十多岁而已 就突然间 得了癌症 就过世了 所以有时候 当然听的时候 特别怜悯他 因为他 只有他跟他老公而已 他们也没有孩子 所以 这么年轻的一个男的 一个男生 就突然间 四十多岁就离开了 所以人的一生 真的我们 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时机 我们可以计划很多 我们可以有很多 很伟大的理想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成就什么 可能你有很多的理想的时候 你有那个本事 你有那个才干 来做得出 实现得出 你的那个计划跟理想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时间 他就算有这么 再伟大的计划 再大的能干 能够实现他的计划 一切也是枉然 所以当我们 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很奇妙的 我们就不会太过分地 倚靠自己 相信自己 然后我们反而 能够产生一个 其实人还是说到底 我们还是需要神的 我们说到底 我们还是需要 倚靠神的恩典的 所以一个人 所以时机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们不能掌控 我们的时机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机遇 无论一个人是怎样 精心策划 各位都懂 我是很喜欢策划的 但是我们不能掌控 我们所预见的事情 我们所预见的机遇是什么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好像刚才经文说 一个鱼突然间游泳游的时候 突然间被网抓到的时候 这个是突然间来的 它预测不到的 如果一个鱼知道 它走那边 它会被抓 它哪里会游去那边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 我们人有时候 我们一天一天 这样很平凡的 很正常的 这样过一天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今天会遇到 什么好事 什么坏事 什么挣扎 什么神的祝福 什么神的恩典 我们不能预测得到 所以其实我们无法想象 自己前面的路 但是这个世界总是给人 一种什么观念 这个世界一直在提倡的 一个文化 是什么文化 各位在新加坡住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世界一直在给人 一种信念 就是靠自己的信念 好像 Your future is in your hands 你的将来 你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中 所以人总是 一直在想 我们是要靠自己 来争取一些成功 一些成就 一些前途 但是真理就是真理 事实就是事实 我们没有办法否定 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的时机 还有我们的机遇 你们就算教孩子 教到很 在家里培养你的孩子 培养得精心 但是你不能控制 他在学校 他遇到的同学是怎样 他遇到的老师是怎样 他遇到的情报是怎样 我们不能100%掌控的 所以当人 当人发现这个的时候 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福音 一个好消息 所以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 虽然人是对时机和机遇 无可奈何 但是我们的上帝 他却不是被时机 跟机遇捆绑的 反而神是什么 神是掌管我们的时机 掌管我们的机遇的 所以真言书有一段话 真言书这里讲 牵放在怀里 定是有耶和华 所以说我们摇牵 你感觉摇牵好像是靠运气 有些世界的人讲 你要努力 加上一点点运气 所以世界的人的观念就是这样 自己要努力 然后再碰上对的运气的时候 一定成功 但是连摇牵这种 看起来好像运气的事情 其实事实就是 这个掌控在神的手中 也是在神的主权里面 所以关键是 不在于一个人 他的厉害 不在于一个人 他的条件 不在于一个人 他做什么 在于的是什么 在于的是上帝的主权 在于的是上帝 他的作为是什么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的 这个诗篇 这个经文 我们刚才起印经文也读的 这个是我一生 一直指引我的 虽然我妈妈教我的事 你要出人头地 要读书才可以出人头地 但是从小我认识上帝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读到 这个经文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刻在 我的生命里面 这个你们如果今天记住 这个诗篇一二七第一节的时候 这个会叫你一生成功的 因为事实就是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其实我经历过很多次 因为这个世界 新加坡的文化一直影响我 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 但是我因为蒙恩的人身上 神必定叫我们经历 我很多时候努力了 我发现枉费力气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忘记神了 没有寻求神了 自己来自己来忙 但是真的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所以一个人 他无论再努力 他再聪明 没有上帝的支持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也没有果子的 他也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 他是摆脱不了 时机跟机遇的限制的 但是我们信徒很奇妙 我们信徒有神的应许 有神的帮助 就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人是不能做什么 但是神答应我们什么 神答应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可能你不能掌控 你遇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 神能够叫一切 互相效力的 祝福到我们 祝福到我们旁边的人 然后也兴望神的福音 所以各位 当我们面临 当我们再次面对 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 各位有什么感动 当然这个东西 不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当神再一次 提醒我们的时候 其实真正蒙恩的人 是自动会谦卑起来 发现真的 我不能没有上帝 我不得不承认 我是需要神 我是需要神来带领 负责我的一生的 所以上帝知道 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有各种机遇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在主里面 我们会得到最后的得胜 我们不会因为一些 得失的东西 然后最终失败 所以传道书八章十二节 这里 我不懂有没有放 传道书八章十二节 也说到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道享长久的年日 所以这里讲到 有些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换句话说 罪人道享长久的年日 觉得好像 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没有侍奉耶和华 他们没有信主 但是他们看起来 在世界好像很成功 有钱 有房 有成就 有人的尊敬 等等 但是后面那句话 是我们要放在心上的 然而我准知道 敬畏神 就是在他面前 敬畏的人 终久必得福了 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 真的要恢复 有正确的成败观 所以基本上什么 基本上我们讲到 成败的时候 我们讲到失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有两种的失败 所以你们都是认识上帝的人 我相信你们知道 在主里面 比较严重的失败是什么 就是这个灵里面的失败 其实我们不要讲 还没有讲到 第二种失败 就是地上的失败 地上的失败都是人人关注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到 地上的失败之前 我们先要发现 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 在灵里面 已经是失败了 因为其实 凡有罪的人类 我们在灵里面 已经失败了 怎么说失败 这个灵里面的失败 是指人 一跌倒犯罪 离开神过后 其实我们已经不能成功地 听见神 看见神 与神交通 然后自己找到得救的方法 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失败了 然后你发现 当一个人 他在灵里面 与神隔绝的时候 他是其实 他的命运是 没有办法摆脱 那个魔鬼的管辖的 所以我们 以福所书二章 每次提醒我们 我们从前是 死在罪犯 过犯罪恶当中 然后我们是顺服空中 掌权者的首领的 所以我们知道 罪他是叫人死 然后一个死的人 其实你不能做什么 要怎样成功 所以人总的来说 为什么他会在灵里面失败 因为人没有敬畏神的心 也因为人他犯罪 所以造成他灵里面 与神得绝 造成他灵里面失败了 所以其实 无论你现在感受怎样 我们要先恢复一个信念 一个人无论在这个世界 活得多精彩 多成功 但是如果他是在灵里面失败 然后他是因为没有信耶稣 而灵魂永远灭亡 那个才是失败中的失败了 这个灵里失败大家都懂 所以我不用讲太多 但是第二种失败 人很奇怪 我们信了主了之后 有时候我们又因为第二种失败 这个地上的失败来痛苦 各位想想你们有多少次 今年下来 你们有多少次因为地上的失败 挣扎痛苦 埋怨上帝 有点点祷告不通过等等 所以这个第二种失败 它指的不一定是 跟人的刚硬还是罪有关的 当然有时候我们地上会失败 也是因为神管教我们 可能我们犯那些罪 神管教我们 但是我要讲的这个信徒在地上 也有可能失败 但是这个第二种失败 因为第一种失败是跟罪有关的 跟我们与神隔绝有关的 但是这个地上的失败是 不一定是跟我们很刚硬 或是离开神有关 因为什么我们也知道 一个爱主的人 他在地上会不会失败 各位有没有失败过 我失败很多次 常常失败 但是呢 一个信主的人 他在地上 他可能爱主 他可能有心要跟从主 但是他有时候也会 面试失败 考试失败 感情失败 生意失败可能也有 就算各种各种的失败 服饰当中有失败 人际关系当中有失败 也有可能 我们月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他是一个义人 但是呢 他也是经历过不如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到地上的失败 尤其是对信徒来说 我们要区分什么东西 我们要区分失败跟试炼的不同 因为我们的确是会失败的 如果我们没有区分这个失败跟试炼的不同的话 我们对神会有一点点迷糊 所以如果各位 我说如果 如果现在你 或者是如果你的生命曾经经历过一些失败 但是呢 你不是故意在犯罪的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犯罪 但是如果你现在的心不是很刚硬的 不是故意得罪神 不是故意要犯罪的 换句话说 不是神在管教你的 那你所承受的那个所谓的失败 那个不是真正的失败 那个是神的一个试炼 为了就是要我们经过之后 在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更谦卑 我们能够更成圣 我们能够更靠近神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区分 为什么有失败跟试炼的区分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着的 祂是爱我们的 祂应许凡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都有祂的美意的 然后祂也是会万事互相效力的 带领我们的人生的 所以各位我们都知道 历历代代的信徒 他们有没有经历过失败 他们也有 但是像上帝他跟保罗说的 他应许保罗的 我的恩典一定够你用 所以各位有时候 又在跟挣扎失败的时候 想到无论你在怎样的情况里面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要在失败的过程当中 要爬起来的时候很辛苦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上帝是绝对 各位听啊 上帝是绝对有能力 把我们地上的失败 转为福音的见证的 这是我自己身上 我经历过的 我也看到在很多蒙恩的 肢体身上 上帝都是这样做的 用信徒地上的失败 转为福音的见证 所以就连主耶稣基督 祂在地上有没有失败 主耶稣基督在地上 好像看起来很失败的 有一度祂要上十字架 祂真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人都觉得 这个所谓的救主 看起来这么失败 祂不能救自己 然后死得那么凄惨 有一度好像魔鬼撒旦赢了 但是后来 我们主耶稣基督 祂是风风光光地得胜了 我不知道各位 可能有一度在你的生命 或者是你觉得现在 好像觉得暂时 好像你的生命里面 好像撒旦赢了 我们是输了 好像曾经 我们可能经历过 有一些的事情 在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好像感觉 我们爬不起来了 我们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翻身的余地了 但是呢 各位 上帝有时候 你要知道 上帝有时候 让祂爱的人 在地上 经历一些失败 各位懂为什么吗 因为上帝要我们 恍然大悟 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活的 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 考试PSLE 要拿第一名 还是最近PSLE的成绩 刚刚出 我们不是为这个 我们在公司 要年年生殖而活的 这个世界会过去的 有一天 像那个鱼被网 抓住的时候 那个时机到的时候 这个世界停止了 所以上帝有时候 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承受一些失败 为了要提醒我们 我们其实活着 是为着永恒而活的 不是为着这个地上 有什么东西来夸耀的 所以这两种失败当中 我知道 各位蒙恩的人 你们会知道 哪一种比较 哪一种比较严重 灵理的失败 还是地上的失败 灵理对不对 但是你问你的心 你们很多时候 比较难过的是 灵理的失败 我今天不能祷告了 我今天听不到神的声音了 我今天不能爱主了 还是我们 比较很多时候 痛苦是因为地上的失败 老板又看不起我了 这个某某弟兄姐妹 又没有尊重我了 我的孩子成绩又不好了 我的这个教会的事工 好像没有办法 发展得很庞大 其实我们都知道 灵理的失败比较严重 但是我们的心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就是 因着地上的一些失败得失 然后我们来纠结 多过灵理的失败 所以真正懂福音的人 盼望我们的心 越来越配合福音 就是我们是更为 灵理的失败来难过 如果今天你稍微感觉 你的灵有点麻木了 但愿你对那个的难过 多过你对地上的一些得失 一些人有没有尊重你 一些有没有够钱 来更挣扎 因为很奇妙的 人是这样 上帝是有时候 他明明爱的人 为什么要允许我们 有一些得失 为什么要允许我们 有一些失败 因为上帝 他有时候是借着一些失败 来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们的眼光 叫我们不要被骗 乃是叫我们恢复 正确的永恒的价值 所以盼望 每个人都害怕失败 我刚才说 每个人都很害怕失败 但是我盼望 我跟各位都是 我们比起害怕地上的失败 我们更害怕的是 灵里面的失败 奇妙的是 当我们灵里面没有失败 乃是与神和好的时候 你地上无论遇到 怎样的困难 也能够反败为胜 但是如果我们 灵里面与神分结了 我们在地上 无论怎样的成功 你发现 你又不能满足的 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需要恢复 正确的成败观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通常世界的人 跟上帝的成败观 那个水准是不一样的 我在预备这个星期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例子 各位有听过 那个旧约里面 摩西他因为击打磐石 然后被上帝管教的故事 对不对 我相信一半的人听过 另外一半的人 我不知道听过 但是这个摩西击打磐石 是一个例子 有时候世界的人 他们通常是看什么 他们怎么断定 什么是成功的 他们是看 有没有果效 有没有成绩 有没有果子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讲 摩西击打磐石的 这个例子 因为如果你看 民宿记20章 那些如果没有听过的 民宿记20章讲到 那个以色列人 在旷野走的时候 没有水喝 又在埋怨 摩西你带我们来这边 没有水喝 我干脆死在 埃及算了 摩西祷告 摩西的人祷告 然后上帝跟 摩西说什么 你去吩咐磐石 不是击打磐石 你去吩咐磐石 说流出水来 磐石会流出水 可是这个摩西 他太 被百姓烦得要命 他就去 打那个磐石 可是呢 有没有水出来 圣经说 很多水出来 然后百姓喝得很开心 喝个够 百姓很多水喝 所以 可是 这个就很奇怪 所以感觉上 看起来有没有成功 摩西成不成功 如果我问你 摩西成功了吗 你是看什么 来断定 摩西有没有成功 人有时候会讲 如果摩西打 摩西怎样做 怎样做 那个水没有流出 那个水没有流出来 就是他失败了 有水喝 就是他成功了 我们人一般的观念 都是这样 对不对 尽管他是 有点点没有听神的话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为着事业祷告 为着教导孩子祷告 可能上帝给我们一些感动 可能你要这方面放心 那方面交托 可是有时候我们稍微暂时 没有100%的顺从了 但是后面看到好结果 上帝你看 我没有完全的听你的话 老板很喜欢我 我不该加班的时候 我加班 还是我怎样怎样的时候 其实老板 我不应该讲骗话的时候 我讲骗话 其实还行得通 我还可以成功 我有国子 我有业绩 然后我得到人的赏识 然后我得到我要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人跟神的成败观的出入 我们知道 摩西他击打盘时 带出了水 但同时也带出什么 带出了上帝的管教 叫摩西 一辈子不能去到 那个应许之地 当然他还是能够去天国 他也是上帝所喜爱的 但是有一个管教 要在他身上 所以可见 有成绩本身不代表 就是成功的 有成绩本身不代表 那个就是神喜欢的 而且我们如果真的看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也有可能很多世界上 成功的人 他们其实在神的眼中 可能是失败的 甚至 不要讲世界不信主的人 甚至在教会里面 很热心服侍上帝的信徒 也有可能不一定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信徒 他在教会热心侍奉 他办了很多的事 做了很多事物性的侍奉 但是可能他还 没有成功地成为 神要他成为的人 难道神是要塑造我们 成为一个办事能力 很强的人吗 那个当然也是好 神的恩典 但是神可能要塑造我们 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更想耶稣的人 更爱人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侍奉得很精明能干 但是没有爱人的心 也没有更谦卑 也没有更像耶稣 他其实是失败的 他可能有外在的热心 没有内在的改变 所以很多东西呢 我们要真的问 我们怎样断定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然后呢 我们说到成功失败的时候 还有一种失败是什么 被误认为是成功的失败 各位有没有有时候这样 就是有时候啊 有些人自己以为 他是成功了 我拿很多A 我考试拿很多A 我在公司的职位蛮高的 每个人看到我拍手 说你很能干 你很优秀 你很好 你的人很好 所以有些成功啊 是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也自己觉得 自己还蛮行的 好像觉得我是人家 应该学习的榜样 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在人里面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原来在神的眼中 他们是失败的 就好像这个世界 很多有名望的人 名利的人 成就的人 口才的人 有婚姻 有儿女 健康的人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 你有的话 就是说你是失败的 我也不是这样说 但是你有成功 你有失败 你有成功 你有健康 你有成就 你有婚姻 你有很多好东西的当儿 你要问 你有没有耶稣 如果你有钱 有配偶 有事业的成就 你什么都有了 这个世界的 所谓的荣华富贵 都有了 但是只有没有耶稣 其实在永恒里 我们不算是成功的 或者是在教会 刚才我们起应经文 也读到 有些人 他们以为 他们是成功了 我不追求 这个世界的名利 我不追求 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 我在教会 很热心 是奉上帝 但是 这个也是我们 真的要问 有时候我们读到 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有些人说 主啊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 然后我传道的时候 不是很多人在听吗 尤其是那些 大教会的人 大教会的 大教会的 可能领袖 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 哇 很多人来我教会 听我讲道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但是他们听到 主说什么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所以这个就好像很多 成功神学 他们的信徒一样 他们尤其是信奉 成功神学的人 他们有很多什么 他们生命有很多的见证 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经历 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故事 好像很成功 哇 疾病得医治了 哇 我一祷告 上帝给我一份好的工作 我一祷告 神让我的白马王子出现 他们很多这样的例子 当然我不是说不好 其中我相信 也有神的作为吧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更深入地看 他们灵里面的状态 他有很多的见证 有很多这种外在的果子 但是他们到底与神的关系是怎样 他们最后有没有重生得救 他们真的 他们在乎的是上帝的荣耀 还是他们是要达成自己的愿望 这个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以后在天国里面 会有很多什么 在天国里面 每个人讲 天国里面很多的冠冕 天国里面还有很多的惊喜 很多你以为 在地上默默无名 整天自卑感自卑感 然后这边整天苦闷的人 然后因为自己没有成就 在那边哀哼 其实可能他们在天国 他们有高位可以坐 而且你以为在地上 好像很成功 很流利 很爱神 很靠近神的人 后来你发现 怎么在天国 可能没有看到他 或者是好一点 有看到他 但是他可能不懂 坐到哪里去的 他的冠冕很小 所以天国是有很多的惊喜的 我们不要把一些所谓的失败 误认成一个成功 所以我们盼望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这一生 我们不是白忙异常 我们真的是懂得怎么样 跟从神 而掌握真正的成功 另外 又有另外一种 刚才我讲 第二种是 不是成功的 但是你以为是成功 误认为成功 但是其实是失败 第三种是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很失败 我们感觉我们是一个 失败的人生 我们所做的都是失败的 但其实 其实什么 其实原来不是失败 其实根本没有失败 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欺骗我们而已 所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什么 我们在基督界里面 我们常常听到有宣教士 被派出去传福音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你看你是被派去哪里传福音 可能你是被派到一个很偏僻的村落里面传福音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 有些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 可能五年 可能十年 然后拆派他们的教会 每次都会问 你五年在那边了 十年在那边了 有几个人信主 你的教堂有几个人 其实那个人数不是很多 有时候传福音的事情 尤其是你要去到一个全新的土地 没有基督的文化开始的 你要先锋 你要做先锋的工作 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所以一点果子都没有 所以那个宣教士本身 那个拆派他的教会本身也觉得 这没有什么果子 看起来好像失败 但是其实不一定失败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好像神的仆人好像失败的样子 比如说我们每次讲的典型的例子是 我们的以赛亚先知 还有我们的耶利米先知 各位耶利米先知 你们认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 当然你们会讲他是蒙恩 因为他是 无论是以赛亚先知 还是耶利米先知 他们其实是神喜悦的 因为他们是按着神的吩咐而活的 但是你如果按着人的水准看 而且有时候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耶利米 他自己觉得自己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讲道的时候没有人要听 然后呢 所以人都叫耶利米先知 一个哀哭的先知 因为没有人要听我讲道 神你的话这么明显了 为什么他们不要顺从 哀哭的先知 然后以赛亚也是 在以赛亚书六章的时候 他还没有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告诉他什么 上帝就已经告诉他 我告诉你啊 你要做我的先知 我告诉你 没有人要听你讲话的 每个人是耳朵发沉 然后呢 心很冷淡的 然后以赛亚就说 上帝啊 OKOK 我知道没有人要听我的 没有人要听你的话 但是以赛亚问一句问题 这个东西 这个情况要到几时呢 可以 所以以赛亚可能觉得 哎呀 上帝我知道 可能我开始讲道的时候 没有人要听我讲道 但是这个会到几时呢 可能他以为 上帝会给他一个安慰的话 哎呀 你慢慢忠心的侍奉 人后来会听的 可是没有耶 上帝跟他讲倒反 上帝说 听你讲道的人 会越来越少 直到什么 尘世荒凉 直到没有人剩下 后来剩下的是什么 少数的那个树墩子 哇 如果 各位想想 如果今天你要去 可能不是每个人要做全职 但如果今天你要去公司上班 要卖 要促销 要做sales 然后你自己 上帝就告诉你 你第一天做sales 到时候要100个人跟你买 到最后一天 你做sales 只有10个人会跟你买 哇 那个心情 我在想 如果今天上帝 呼召我来做全职的话 他跟我说 慧君 你来传道的时候 前面可能教会 20个人会听你讲道 后来最后 可能就有两个人 会听你讲道 就是你跟成吉 所以如果他这样讲的话 我在想 我还会要走这条路 这个是好像必死 必败的路 但是这个就是上帝 跟以赛亚说的 你不要以为你越讲 越熟练 口才越好 然后人的心 越来越会被得着 我跟你讲 上帝跟他说事实 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那个时候是邪恶 这个时候也是邪恶 人的心就是 越来越耳朵发沉 越来越不要上帝 要别的东西 所以跟以赛亚说 你看 所以没有人要听 到最后呢 真的荒凉了 真的越来越少人了 最后剩下10% 所以有时候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 有时候会不会也觉得 好像 感觉很失败 我感觉 我信了主10年了 为什么我的家人 还没有得救 因为我感觉 我已经 一直每次为我的事业 祷告了 为什么老板 就是不会欣赏我 我已经很努力地 在改变了 我已经在努力地 提升自己了 为什么感觉上 好像不比世界的人 有成就 不比世界的人 受器重 或者是有时候 各位有时候会发现 我在侍奉方面 我已经尽心尽力侍奉了 为什么人家还对我指指点点 为什么我好像侍奉了 也不是有果子等等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被骗了 不要被你的感觉骗 有些事情呢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有没有在顺从上帝 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如果你很肯定的 像耶利米 还有以赛亚 先知一样 你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你现在不是在世界玩 你现在也不是追求 要累积地上的财宝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有些果子 你想看到的 你看不到 但是有可能是 你感觉很失败 但其实不是真正的失败 上帝还是很喜悦你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成败的时候 我们看 我们是感觉失败 通常什么东西 叫你感觉失败 通常你感觉失败 除了没有看到果子之外 另外再叫你感觉失败的是 我遇到苦难 我遇到挑战 我遇到试炼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神跟我做对 好像我是不是失败了 所以神没有支持我 神跟我做对 为什么神给我苦难 为什么神给我挣扎 为什么神不是让我 顺顺利利的 成成功功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挣扎的事情 所以 但是我们要记住 成功不代表 一个人就没有苦难 因为在马太福音八福 耶稣讲到八福的时候 第五章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讲到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 是有福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感觉 我们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感觉是不是 我失败了 我得不到神的喜悦了 神阻挡我的事工 还是神阻挡我的前途 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义受逼迫的 其实不是失败 乃是一个成圣蒙福的过程 另外通常有人会问 会说 会感觉 一个人失败就代表他不够好 所以各位 我问你们 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那个答案是什么 一个人失败 失败就代表他不够好吗 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 其实我想了很久 没有不是想很久 想一下子 一个人 我在问对着 一个人失败 就代表他不够好吗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谁说 谁说对哦 一个人失败 你们可能说不会啦 因为你们知道有福音 但是你们自己 问你的心 会不会很多时候 你有这样的感觉 我失败了 我今天唱歌唱不好了 证明我不够好 我今天没有拿到好成绩的 证明我不够好 我今天没有成功的得到老板的赏识 证明我不够好 其实这个答案 有两个 就是要看你用哪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用大体的 其实这句话 没有错 它有它的事实的地方 就是 我们本来就是不够好 我们本来就是不够好 我们本来就是罪人 我们本来就是有限 我们本来的智商 能力 精神 等等等等 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会失败 坦白说 有什么好稀奇的 我又不是Superman 我又不是神 我又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 我会失败 有什么好惊讶的 有什么好那么的沮丧的 其实是意料当中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来说 这个其实是 也对啊 我们本来就不够好 因为你如果问反的 你反过来问 难道一个人成功 就代表他够好了吗 其实我们有时候 所以我问你 今天难道你成功了 就代表你够好了吗 今天如果我是教会的传道 我讲道 每个人点头了 就代表我够好了吗 今天你在事业里面做工 你得到老板的认可 就代表你够好了吗 所以我们也知道 也不是嘛 今天就算我成功了 你成功了 也不代表我们够好了 因为按着神的那个 带领和原则 还有按着神的水准 我们再好 再成功 再能干 我们还有空间来进步的 我们还有空间来成圣 我们还有空间来更爱主 更谦卑 更服侍人 甚至更在社会的 那个智慧里面 也有更大的空间来长进的 所以也不代表 我成功就是够好了 所以这个不要被骗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 另外一方面来说 如果呢 我们已经信主了 所以这个问题 失败就代表你不够好吗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信主的人 已经有圣灵 进来我们生命里面 居住 带领我们的人生 给我们智慧 我们已经蒙恩信主的话 那 神的智慧 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 神的能力 已经成为我们的能力了 所以呢 我们在主里面 已经是尊贵的人了 所以就算失败 也是尊贵的 所以就算失败 也不能否定 我们的自我价值 所以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 不要让失败 断定你的自我价值 Don't let failures define you 对不对 不要让 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 有一个 我们已经在主里面 有一个不能摇动的身份 还有尊贵了 所以 各位 有时候呢 我们 我们知道 只要你是在神里面 不代表失败了 就没有用了 也不代表 失败就不能再翻身了 因为 神 祂是掌管我们生命的 所以我们不要抓住 自己对成败的定义 我们是要恢复 神怎么说 所以 对神来说 什么 在神的眼光 什么是成功 所以成功 很简单的说 我这里放两个 很简单 刚才我们 奇音经文读了 人一生的本分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 敬畏神 你敬畏神 凡事横童 你敬畏神 凡事有美意 你敬畏神 反败为胜 你敬畏神 上帝的应许是 这个世界有苦难 但是你放心 我已经胜过了 所以你能够得胜 所以很奇妙的 什么是成功 对神而言 真正成功的定义在于 我们有没有属于神 我们跟神有没有分 我们有没有这个永恒的保障 然后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正在走在 上帝的旨意当中 是不是正在跟从上帝 所以我刚才说了 很多时候 我们在神里面的话 连不好的 神也可以万事互相效力地 让他成为一个见证 让他成为一个感恩的理由 所以今天我们 思想这个成败观的时候 盼望我们 我们不要被世界的定义 也不要被自己的感觉 所欺骗 前不久我读到一个文章 一个sort and light的文章 他是说到 有一对新加坡夫妇 他们是很聪明的 他们都是牛津 英国牛津大学 还有剑桥大学 他们是很多个学 很多个什么博士学问 都是牛津跟剑桥 我不懂大家 是不是也希望 我的孩子有一天 也可以成为剑桥大学的博士 他们是这两个 所以因为我是从小 就被我妈妈灌输 学业很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 这样我比较惊讶的是 这两个优秀 我看他们的照片 男的帅 女的美 所以他们真的是 Singaborian dream 一个新加坡梦想实现 男的英俊 女的美 两个年轻博士 然后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然后两个博士 然后呢 没有 不是夫妻两个博士 一个人有两个博士 所以他们是 在新加坡混下去的话 是一定前途无量的 一定是high flyer 我以前在政府做工 就是有这样的学问 你就是飞黄腾达 在政府部门是 很会受器重的 但是后来他们两个 他们那个丈夫 他就得到一个呼召 上帝不是要我 为这个世界而活 我要做宣教士 我们开始那个老婆 就有点挣扎 宣教士路很难走啊 所以他们就祷告了 很多年 祷告了几年 后来呢 还是没有办法 抗拒神的呼召 两个人就放下了 那个很荣耀的工作 两个人都一起放下 他们的学问 然后一起做这个宣教士 他们在weekly做翻译员 就是翻译圣经的 所以呢 我看他们的这个故事 所以你说他们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他们继续的飞黄腾达 然后追求这个世界的地位 其实他们这样看 是新加坡人 很多人会羡慕的 一个家庭 一个夫妇 但是呢 所以什么是成功 成功就是跟着这个 新加坡梦想这样发展呢 然后得到万人的羡慕 还是你跟从神 你走神的带领 但是有些人听到这个 就讲 难道我现在事业飞黄横达 我现在是公司里面的CEO 我不懂这里 有没有什么 谁是公司里的CEO 还是我现在是 自己做老板的 还是我现在是 事业有成的人 就是说我现在是 敌对上帝的吗 现在是我不配合上帝 还是我是失败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上帝呢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 有很多人是 在这个地上很成功的 好像我们的所罗门 我最近在读所罗门 那个历代至上 哇 它是荣耀多么大的 它的杯子是纯金做的 它用的叉跟汤匙也是纯金 它用的盘也是纯金 然后它的地板 不懂是不是纯金 我忘记了 但是它是很荣耀的 圣经有这样的人 也有大魏君王 也有约瑟 约瑟不是全职 约瑟不是纪师长 也不是先知 但是它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所以圣经也有这样的人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的成败观是什么 不是说一定 当然我不是说 你要追求在基督里的成败观 你就要在世界里面做乞丐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在寻求神的旨意 对刚才我说的 那个牛津大学的夫妇 他们是很清楚得到神的呼召 总是一直来叫他们 他们一直等的时候 神一直叫他们 你们放下 这不是你应该走的路 这个路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他就放下了 但是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讲 可能你有约瑟的呼召 可能我懂很多人讲 上帝你呼召我做约瑟 不要呼召我做以赛亚 这个以赛亚太辛苦了 约瑟比较好做 我不知道上帝不是每个人 都叫你做约瑟 也不是每个人叫你做以赛亚 但是重点是 如果上帝呼召你 今天是做以赛亚 就好吧 上帝我就跟从 这个就是我的成功 没有人听也是我的成功 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亚伯拉罕 做约瑟 哇很多钱 很舒服 那那个就是你也感恩 所以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敬畏神 我们有没有行在 神的旨意当中 那最后一点 所以我们讲了这样多 你有优势 不代表你一定成功 第二点 我们讲到成败观 那所以我们对成败观 清楚之后呢 那第三点 那我们要有怎样的反应 所以蒙恩人要怎么面对 成败 所以各位 我再问你多一个问题 如果你深思的话 你认为是成功 还是失败比较危险 是成功还是失败 比较会威胁到你的灵命 你与神的关系 各位思想 成功还是失败 有些人这样 什么 有些人讲失败 我不可以进得起失败 各位不懂有没有这样祷告过 我以前信心比较幼嫩的时候 我跟神祷告过这样的祷告 我说上帝 你不要让我在这方面失败 我跟你讲 我这方面失败 我跟你讲 我不要跟你好了 我不会相信你了 我不要跟从你了 但是我信心黏幼的时候 祷告过 但是后来 经历神多一点点 我后来发现 原来失败有它的价值 但是 所以有些人说 失败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但是各位想深入一点点 成功还是失败 比较会威胁到 你与神的关系 后来我信主三十年过后 我越来越感觉 越来越 OK 所以这个不是绝对 但是我越来越领悟到的是 好像成功比较危险一点点 当然我不能否认 一个人失败的时候 可能他会对神灰心 气馁生气神 然后埋怨神 然后信心摇动 当然这个也可能 当人失败的时候 情绪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个人失败的时候 他起码对神是有一点点 生气也好 有一点埋怨也好 但是起码有点谦卑 他知道他是不行的 所以他有一个希望 因为神的原则是 当一个人何时谦卑转向神 他何时就蒙恩 这是我上一次讲过的信息 但是成功不一样 成功它有很大的潜能 叫人一个不小心 就很容易地会产生骄傲 我们上一次也确认过 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他是马上成为上帝 抵挡的对象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圣经才提醒我们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的时候 圣经提醒我们 所以你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时候 站得稳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这个是各位 尤其我们活在这么安逸舒服的新加坡社会 还有尤其我们是新加坡生命堂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36颗的信息 牧养的经历 很多的灵里面的喂养的时候 当一个人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更需要谨慎 免得我们跌倒 所以人很奇怪 人是一点点有能力了 一点点有成就了 一点点舒服起来了 我们就开始相信自己的智谋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能力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了 也越来越不依靠神了 各位 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是 当成功成为失败的 当成功成为问题的时刻 各位懂是几时吗 就是当你得意忘形的时候 当我们因为成功了 我们对神少一点可目 少一点依靠的时候 那个就是成功成为问题的起头了 所以上帝很重要的 在生命记给以色列民一个提醒 所以这个也是我相信神要提醒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生命记第八章 这里说 所以这个各位一边听一边思想 你吃得饱足 我相信这里很多人都吃得饱足 你吃得饱足 你很多朋友在身边 很多玩的东西在身边的时候 很容易忘记神 不守祂的诫命 所以有些人说 我没有啊 我没有忘记神啊 我有来教会啊 但是你看 没有忘记神什么意思 守祂的诫命 有些人常常来教会 但是没有守神的戒律 然后说我没有忘记神 我记得来教会 记得来教会 踏出这个教会 全部东西忘到完了 所以不守祂的诫命 典章绿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家多 你的金银增添 所以我们的银行钱越来越多的时候 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征 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财产 孩子 人员 什么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恐怕你心里说 这个是另外 恐怕你心里说 这个应该是第十七节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这个容易不容易说 有时候我们刚开始 有时候这个很容易的 我们刚开始出道做工的时候 我们会上帝 你帮助我在这个新的公司 新的行业 你帮助我能够学会怎么做工 后来你成为经理了 成为主管了 成为什么 你觉得其实我经验很厉害 这里全部都是new beast 全部都是新人 我的经验最多 所以慢慢开始觉得 是我的力量得来的 我的努力付出得来的 我很多时候 加班换取来的 这个老板的赏识等等 所以开始就觉得 这个货财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 是祂给你的 甚至你有智慧处理你的公事 你有智慧拉拢人的人脉 等等 甚至有口才讲道 全部都是神给你的 我要坚定 祂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 或是别的东西 别的道理 别的成功法等等 事奉敬拜 你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所以 这个也是我相信上帝今天 跟我们说的 对神 所以各位很重要的是 对上帝来说 不是那个成功 还是失败的事情重要 因为神要的话 祂一瞬间可以反败为圣的 祂一瞬间可以 起死而复活的 祂一瞬间可以 从无变有的 所以重要的东西 不是我们在哪一个东西上 成功 哪一个东西失败 重要的是什么 各位认为 重要的是我们的反应 所以我发现有时候 上帝给我们一些成功 上帝给我们一些祝福 其实是要试验我们 试验我们 试验我们什么 比如说上帝给你一些成功 其实祂是要试验你 有没有办法承担更大的成功 上帝给你一些钱了 其实祂是要试验你 我给你多了几千块 你能够好好的用吗 我还可以把几万块给你吗 神给你一个人牧养了 祂是要看 你这个牧养 有些人是 我牧养一个人 我很了不起了 这个人因为我的蒙恩得救了 我很开心 但是神有时候给你一个生命 好像你成功了牧养祂了 神是要看 你有没有办法 承担更大的成功 更大的 更多的经济 更多的生命等等 有些人是一点点小成功 得了一点点钱 就开始变了 就开始自满起来了 有些人是事工成功一点点 我牧养了几个人 我开始就变了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所以下面你发现 上帝没有再发展 让祂发展 所以上帝有时候给我们成功 我在讲 试验我们 有没有办法承担得起 更多成功的能耐 那个蒙恩的心态 然后有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些失败 也是为了试炼我们 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的时候 我们还要神吗 我们还忠心于神吗 所以我们一起先来看 多下面多两点 怎么面对失败 怎么面对成功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 怎么面对失败 所以失败是 我们大家都很怕的 我们常常也说 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功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确认到了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连我自己都失败很多次 我相信你们也会有 你们自己失败的经历 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知道 彼得他是三次否认主 但是过后他悔改了 上帝也重新使用他 所以当我们自己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有时候自己失败的时候 我们很过不去 我们很不能释怀 我们有时候很想狡辩 不是狡辩 很想辩护 其实我没有这样插的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真实的我 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坦白说 我们就是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有我们的软弱 所以失败就是要 其实失败是神要教导我们 一些重要的功课的一些管道 所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经历失败 我们要很清楚地掌握到失败的理由 我们才不会埋怨神 我们才不会觉得神不爱我们 所以失败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 最简单的就是 让我们看清真相 什么真相 看起来你是一下子很有成就也好 但是真相是 我们没有神 我们不行 祂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所以上帝要我们看清的真相是 其实我们是软弱的 其实我们是多么需要耶稣的 我们没有耶稣的话 没有力量 所以你看到这个事实 这个真相的时候 下面你才会谦卑下来的 我上一次说过 谦卑不是你逼能够逼自己谦卑的 你能够客气客气地谦虚一下 没有啦 但是你要真的生出谦卑的心的话 是我们要看到真相是 人离了神 什么都不能 你有多少年的经验牧养也好 多少年的经验讲道也好 这个对我来说 对你们来说 多少经验在职场上也好 多少个孩子你已经教过了也好 但是呢 人没有神 什么都不能 然后呢 你谦卑下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谢神 有时候给我们一些功课来经历 然后第三 失败呢 是教导我们一些智慧的 其实有时候啊 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失败当中学习很多 从失败当中你学了 哎 哦 原来不可以这样说话的 原来不可以这样做东西的 原来不可以这样做决定的 这样做决定有一个盲点等等 所以我很多时候 后来我发现 我是怎么学 怎么碰生命 怎么接触人 怎么办事情 是因为我失败过 所以失败教导我智慧 要怎么处理一些事情 要怎么做一些事情 怎么跟一些人讲话等等 然后呢 失败还有什么 失败也是预防我们 不要掉入更大的失败 所以有时候 我为这上帝给我一些小小的失败 我感谢神 比如说 如果 I mean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学生 他平时不喜欢好好的读书 然后突然间 他测验 测验而已 测验不及格了 我突然间他吓到了 原来我测验不及格 然后呢 如果他醒过来了 他考试还有机会及格 但是他如果 什么都不管 他就是越来越失败 所以有时候 所以有时候 上帝有时候 给我们一些小失败 其实 为了让我们 不要更大的失败 有时候上帝 有时候 我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后来我发现 我讲错话了 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我讲错话了 哎呀 失败了 讲错 话里没有智慧了 跟一个人讲话 讲错了 后来我学习 以后我在台上 就不会跟一大堆人 讲错话了 所以这个是 有时候我也感谢神 哎呀 有时候接着一个 小小的失败 他阻止我 他预防了我陷入 更严重的羞耻 更严重的失败 所以神爱我们 他是绝对有理由的 当教我们经历的一些 失败挫折当中 是有他的美意的 所以呢 因为 当然 美意还有很多种 我不能全部列出来 只是给大家 一个起点 让你们有一个方向 思想 难道失败 真的是神不爱我们吗 难道失败真的不好吗 原来不是 所以因为上帝 是有美意的 所以呢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真的 每次失败的时候 我们要从失败当中 再次站起来 爬起来 有些人是 倒反 他们是一失败了 就怎样 我不懂 各位会不会也是这样 有些人是一失败了 就自暴自弃了 就悲观了 就自怜了 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了 然后呢 他们也不敢再尝试 为上帝努力了 所以 有些人是这样 他们一失败了 他们永远就 上帝 我是没有用的啦 你用别人啦 你用别人来成就你的使命 但是我知道你用不了我 但是各位 上帝绝对不要我们 因为失败 就一直爬不起来 上帝是要我们 转眼看 我们主耶稣的能力 祂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失败当中 我们 我们在失败当中 当我们悔改 还有顺服的时候 悔改是 当然有些失败 我前面刚才讲 不是因为 我不顺服神 我失败 不是因为我们犯罪 失败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 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失败 还是因为一些罪 那我们悔改就好 但是重点是我们怎么爬起来 我们继续的顺从神的时候 像彼得 他否认主三次 但是后来他悔改 他顺从神的时候 上帝给他新的恩典 新的机会 新的恩高 反而你看彼得 他过后的施工 比他之前的更轰轰烈烈 更被神使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要问自己 我们面对失败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是快点回到神面前呢 还是我们是在那里 一直不能前进 一直自暴自弃 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过去的失败捆绑 因为什么 各位要知道 上帝看重的是什么 其实你看圣经 提到很多神所爱的人物 全部都失败过 所罗门失败过 大卫失败过 保罗也逼迫过教会 然后彼得也失败过 但是神看重的是什么 各位 神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一生 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整个人 不是看重一次两次的失败 所以我们不要被骗了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 永远失去能力 也不要因为一次的成功 在那边洋洋得意 因为上帝不是看一次两次的成功失败 祂是看我们全身 全人 还有一生的路 是不是与祂同行 所以上帝接纳我们为祂的儿女 不是看我们成功还是失败 是看祂的恩典 所以我们才成为祂的儿女 所以对信徒来说 我们在地上是没有失败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有神万事互相效力的应许 最后我们看了这个失败 我们看我们要怎么面对成功 我刚才说成功比较危险 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要祷告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面对成功 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乐极生悲 不要被成功绊倒 所以我们是要以蒙恩的方式 来寻求成功 也用蒙恩爱主的方式来使用成功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问自己的是 我们在面对成功的这个事上 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问自己的是 我们是怎么样得到成功的 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刚才说 我们要追求成功 没有错 上帝也喜悦他的孩子 能够成功 能够有能力 能够兴盛 上帝喜悦我们成功 上帝也不要我们全部在地上 被人看不起 上帝喜欢我们成功 但是我们怎样成功的方式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只有当我们是因为靠神而成功的 这样的成功才是与我们有益的 如果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人为 靠自己的动脑筋 倚靠别人 倚靠钱财 倚靠世界的方法来成功 其实你虽然得到果子了 但是这个成功不一定与我们有益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的成功不是来自 我依靠神而成功的话 我们就会越来越人为 越来越疏远神 然后越来越甚至犯更多的罪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喜欢成功 但是我们是怎样成功的 这样这个来源 成功的来源是断定 这个成功有没有办法祝福到我们 所以盼盼我们的成功是 因为我们寻求神 我们倚靠神 我们以神为中心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得成功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成功后 刚才我说 神不是看中成功的事情 是看中成功的反应 各位成功可以带来两种反应 各位懂是什么反应吗 很容易对不对 成功可以带来两种反应 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骄傲远离主的反应 第二种反应是什么 这个也是很容易啊 感恩 然后亲近主的反应 所以第一个反应 骄傲远离主 这个是犯罪的反应 感恩 依靠主 亲近主 这个是蒙恩的反应 所以这个成功带来两种可能性 我们可能因为成功而骄傲 但是如果你够蒙恩的话 很奇妙的 因为你成功了 你会特别对神 生发感激的心 到你会与神的关系更靠近 更相爱 更甜蜜 所以这个是盼望我们 都有这个蒙恩的反应 我们成功之后呢 盼望我们是更靠近神 更看到神是爱我们的 然后更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上帝 然后更是谦卑地跟从他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 我们如果我们追求成功的动机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乃是为了我要用 所以我成功之后 我要怎么用这个成功 是看你的动机 如果呢 我们的动机要成功 是为了要荣耀神 那我们成功之后呢 我们必定是用这个成功 来见证神的恩典 见证神的好 神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软弱的人 软弱的器皿身上 无条件的人身上 神给我成功 你看神的恩典多大 神的力量多大 能够 难听一点 我是讲我啊 不是讲你们 废物利用 就是能够 本来是没有用的 废物利用 变成有用的 其实我很多时候跟神导 说上帝真的 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是 真的是废物了 真的是没有用了 但是神能够这样的用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 所以神是看 你的反应对他是什么 是感恩吗 然后你过后你怎么用 你是用这个成功来 告诉人 我行啊 你要尊重我啊 你看你有什么事情 要叫我办啊 我很厉害 你是这样的 用那个成功 用那个成功来 跟老板讨高一点的薪水 当然这个也可以啦 这个没有错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 我是用这个成功来 见证神的荣耀 用这个成功来告诉人 这个神是 任何的人他能使用 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 所以 当我们越成功 我们越要小心 刚才的经文说 当你以为你站得稳的时候 你要谨慎 然后 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 骄傲的陷阱里面 所以神吩咐我们说什么 夸口的 当指着主 夸口 所以今天我们 讲到很多有关成功失败 我不知道你们 自己现在是认为 你是算成功还是失败 盼望你们当中 还没有听这个信息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失败 很惨的人 你们今天可以恢复一个确据 我哪里会失败 我是最成功的 因为我已经相信了 主耶稣 为我的个人救主 上帝是我的天父 我的永远的家乡是天国 我最大的宝贝 已经在我的生命了 所以我不是失败的 我们是成功的神的儿女 但是如果我们 现在进来这边 觉得自己还了不起 蛮成功的 盼望我们也谨慎一下 什么是真的成功 我是看到像摩西这样 打石头的水出来 我觉得自己很成功吗 还是我们是因为 我们是与神和好 在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成功的 哪一个 所以这个是 只有你自己跟神知道 没有人可以论断你 没有人可以断定 只有你跟神 自己可以祷告 旁边的人不能讲什么 因为讲了就是论断 所以自己是 听了信息之后 带到神面前祷告 恢复正确 蒙恩的成败观 然后看到神 祂是要用你的 祂是爱你的 祂要使用你一切的条件 来成就祂的 伟大的福音计划 所以我们这时候 一起来祷告 盼望神的话 杂根在我们的心中 慈爱的天父上帝 神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你的话语 神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在意 成败 尤其这个年底的时候 有些的学生 刚拿了成绩 可能对他们来说 这个成败 顿时间很重要 但是上帝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不要过一个 被欺骗的人生 神今天 你让我们的成败观 能够在主里 搞清楚 叫我们不要 不要无故的难过 也不要无故的兴奋 让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恢复一个 合乎中道的眼光 叫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相信 我们一切的条件 能够被神使用 反败为圣 万事互相效力 然后真的 当我们生命 得到一些果子的时候 像你提醒 以色列人一样 求神也叫我们谨慎 免得我们忘记神 免得我们忘记 我们一切的货财 我们一切的智慧和祝福 都原来来自神 神求你用你的话 继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工 神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